國家送上 生日賀禮 大家好 感謝您透過11分為大家送上來的一個現場轉播 跟著我們鏡頭來到了台北勢力田徑場 今天馬上要進行的是亞洲杯茲德賽 在中華隊我們自己國家生日的這一天 主場的賽事要來面對強敵巴林隊 再來在今天的現場還是非常適合來看球的一個好日子 也比較涼爽一點 雖然溫度還蠻高的 濕度也超過了80% 那有一點點風 不過我想這個比賽是可以順利的來進行 在現場兩隊的球員已經進場 目前正在演奏的是巴林國家的國歌 我們先一起來欣賞傳統的開場儀式 好 緊接著呢要演奏的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會歌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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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場球迷掌聲跟歡呼聲中呢 這個一場精彩的亞洲杯資格賽馬上就要開始了 也希望所有的球迷朋友可以有機會到現場的話 還有機會我們可以把台北市田徑場給做好做滿 一起幫我們中華男族加油 那如果不能夠到現場的話 也歡迎透過ELEVEN的一個現場轉播 跟著我們一起來支持我們的一個國家代表隊 同時今天這場比賽也有非常多的一個看點 我們稍後在轉播的過程當中 會跟大家提供非常多的一個資訊 然後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那在今天這場關鍵戰役擔任主審 還有現審的四位的這個裁判等等 都是由這個日本級的這個裁判來擔任 包括主裁判Kimura先生 所以當然因為這個兩個國家絕對不會是自己這個國籍 那當然第四位這個官方的這個主審 還會是我們台灣的 那畫面上看到的就是巴林的這個國家的代表隊 那現在就是中華隊的成員要出場了 那也跟大家來介紹一下這場比賽呢 是要由我陳熊維基 很高興邀請到我們的獎品 蔡上銘 蔡教練 那一起來欣賞這場精彩的一個賽事 教練您好 你好 熊維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那我們看到在現場呢 馬上就要來進行這一場比賽 所以待會也請所有的球員朋友 持續鎖定我們的一個轉播 不過因為我們先前呢 在課場也是我跟教練兩個人一起欣賞 那個時候是在晚上12點 不過我們中華的足球隊 是遇到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挫敗 就是在課場是0比5 也就因為那場比賽之後呢 我們整個教練團做了一個改組 所以呢這一場比賽算是第一場正式的比賽 因為上個禮拜呢 對蒙古那個是友誼賽 雖然也是一個正式的一個賽事啊 不過對於Gary White 這位英國籍的一個主帥來說呢 這一場比賽 到底能不能夠幫助我們台灣的足球呢 整體來說 在這幾天他的報導 他強調的是在防守這個部分啊 我們就要好好觀察一下 對 特別是在賽前跟熊維在聊 就是Gary White他特別強調無球的跑動 跟無球的防守 這是中華隊在這個經驗值上面 所勸缺的一番 那Gary White也發現到 中華隊在80足場的時候 私球那個五個球 我們也透過中華足球 一個技術分析上通報告 Gary White已經完全掌握這樣子 在80球隊他們擅長的部分是在哪裡 那畫面上剛剛看到的是 在80隊這邊呢 今天所排出來的一個先發陣型 那在中華隊這邊呢 當然最重要啊 這個整體的一個陣容啊 跟上週呢五號的時候 對蒙古的友誼賽這個名單呢 僅僅只有異動兩名球員 那我們待會再跟大家介紹 那主力的一個先發陣型呢 仍舊是有包括 這場比賽呢 現在是正式開始 那當然因為如果有看到 在客場的那場比賽啊 中華隊呢 一開始排出來的這個 五個防守的陣型是沒有效 現在一開始馬上 喔 陳昂偉成功的一個突破 不過送的這個球 送的力道大了一點 馬上被對方給破壞掉 不過一開始 你可以感覺到 剛剛教練應該也看到 中華隊跟上一次客場 有很大的不同喔 確實喔 這個企圖型完全是不一樣喔 在上一場喔 在客場的時候 我們要過半場 都有很難喔 包括陳昂偉 我們的球星喔 幾次都被 在中場中喔 我們說幾乎 藍廳幾乎沒有辦法 有效的去突破 對 你可以看到剛剛陳昂偉 來的一季的跨下 過人盤球相當的精彩啊 嗯 所以一開始呢 這個我們的球員呢 就展現了 這個拼戰的一個精神啊 當然呢 現場的這個球迷呢 也絕對不會吝嗇的給予掌聲 我們希望呢 我們在今天啊 因為整體的實力來說 我們當然支持我們國家隊 那因為整體的實力來說 80在這一個分組 目前還是獨走的 已經7分的7分 但是我們 憑著一鼓氣啊 我們 目標就 至少合局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就是非常大的收穫 嗯 當然我們啊 希望在足場上面 能夠贏球 就像Gatty White 他也一直強調 我們應該在足場上能夠 至少能夠進球 那中華隊早期 我比較低調一點 我上一次那場 課場挫敗太多了 對齁 打擊太大 當然沒錯 就是說 我們對到 我們說不同的幾次的比賽 對中華隊來說 是一個蠻震撼的教育 那至少就是說 這些球員 已經相當清楚 80這支球隊 他走的路線 他的團球的準確性 都是在我們平常的 國內聯賽當中的預測之外 包括我們在中角跟中超的這些球員 里外球員 都是會區域這樣的一個經驗值 那我覺得 包括我們上一次轉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 這一次我相信中華隊的這些國獎們 也會注意到這點 就是 你不能夠怕他們 他們上一場比賽真的有夠兇 這個搶斷球 包括針對我們的隊長陳柏良 還有陳奉偉的時候 他們都是不惜用犯規的代價 也要扶植我們的一攻勢 沒錯 我覺得我們的防守 或者是在跟他身體對抗的時候 你真的主場 你要撐住那股氣就是跟他們拚了 特別是兩軍對抗的時候 其實爭奪的就是在中場區域的控球權 那在課場當中 我們確實是勢力的太多了 這球呢往前掉 不過呢 裁判已經先享受了 球權呢是台灣的 今天呢是我們國家的生日啊 在這一天剛好就排上了亞洲杯的精彩賽事 而且又是主場 還有比這個更天時地利的這種情況了嘛 所以也希望所有的球迷朋友啊 就是在台北市附近的 或許先前你資訊接收不到 但你看到了 怎麼這邊這麼熱鬧 你還來現場看球 絕對都是直回票價 幫中華隊代表第十二位球員 來對台灣的加油 地球開進來 強奧偉又收到球了 在中路想要做一個配合 沒有機會就再送出來 強奧偉帶到球 這次的非常好的小組 兩個交叉的機會 直接起腳 遇到了 期待的對方的防守球員身上 不過今天真的我們的攻勢啊 對比在 上個月課場的比賽啊 9月5號的那場比賽 我覺得會讓80覺得傻眼 因為完全 判若兩隊的感覺 當然要強調就是我們的貴公子 陳昌緣 這是來代表我們中華隊 對於本隊的這個信心的提升 絕對有加分的一個助用 而且特別的是 陳昌緣呢 在昨天呢 接受媒體專訪的採訪的時候 他也特別提到 這個 今天這場比賽 非常有可能 就是他國家隊的最後一場比賽 因為他在職業隊已經隱退了 所以他說 他的立一場就是說 叫一個已經退休的這個球員 持續的在國家隊 這樣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也因為 沒有在踢職業隊的關係 所以接下來他比賽 他沒有辦法保持一定的訓練強度 所以他也不想要影響到整個中華隊的一個戰力 再加上他本身有傷 哇 剛剛的這個碰撞爭強球 好像夯在了我們英雅吉的臉上 對於一個球員 是不是在能夠線上 我指的線上就是他在家族的 或是在國家的一個磨練 在整個訓練 包括他的強度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雖然陳昌緣 他有非常好的經驗之在 但是畢竟 睡夜不勞人 年紀到了 如果說你沒有持續的 在這種高強度的比賽當中 他還是沒有辦法 還好陳昌緣是一個 算是律師 他退休之後 也不用擔憂他的工作的問題 我對球迷來說可能會很可惜 就像我們私心的都認為說 我是直接看到這個消息 會希望說 大家應該有期望 能不能夠就 至少打到明年三月 我們最後一場主場的賽事 對新加坡 然後有一個圓滿的據點 這樣也比較好 可是因為 所以陳昌緣是有一點保留 他並沒有縮死 可是因為 最大的關鍵是 他已經隱退了 所以這五個月的時間 他要怎麼樣保持他的這個 身體的對抗性 技術的這個維持 這個的確是一個問題 如果說他能夠隨著中華隊 來不斷的來舉行 我相信他還是有這個能力的 尊了 往中路送 好 就是要像這樣 馬上呢 把球給拿回來 哇 在卡位的時候呢 不過裁判說是沒事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要展現這樣一個拚勁 而且另外一個要觀察的點 就是我們這樣子的一個陣型 要撐過十分鐘的這個亂流 因為連同上一場蒙古 然後呢 在之前 客場新加坡 在之前主場 我們等於連續三場比賽 十分鐘內 都被對方進球 這個就是 過早被對方進 不管是意外 不管是後防的失誤等等 必須要想辦法克服 這個就是中華隊 其實歷年來打球當中 最大的隱憂 因為我們在國際賽的經驗上面 稍選多了一點點 我們特別注意這個球 小心了 危險了 直接跳還好 後面有人 不過這個彈道也已經被影響到了 沒有關係 後防線的陳衛全 適時的回防補位 這個或許也就跟 我們一開始提到的所謂無球跑動 是有關係的 因為先前真的 包括這個客場的賽事 都會看到我們的會防 雖然排滿了人 但問題是他們不知道 彼此的溝通就並不是那麼樣的順暢 對 特別是亞洲一個A級的講師來到台灣來 他說現在的足球 幾乎在傳球的準確性 差在一個圓盤之內 不是只有一個兩長時間 特別是這種小型這樣的球 所以中華隊在正常的比賽當中 因為他國際賽少 他在高強度的情形之下的訓練也比較少 所以他有時候無法想像說 為什麼傳傳球他就傳到這尊 然後他們預測能力 在判斷能力 確實很明顯的高我們一等 所以經由上一次的客場的比賽 我相信今天絕對有長足的進步 到目前為止看來真的都還不錯 剛剛也逼得80只能夠嘗試 用遠射調進去 高調球 但還是被我們的後方給化解掉 對於持球的不要放棄給予壓迫 還是要用這一種遠調的球 要小心在左翼 不過入位嗎 沒錯 現身舉棋 今天真的一開始打出了不一樣的一個氣勢 所以不管結果如何 如果可以保持這樣子的一個鬥志 球迷都看在眼裡 會給他最大的掌聲的 畫面上看到的就是新任的主帥Garry White Garry White也在昨天的賽前記者會也特別提到 希望可以拿下勝利 他當然是非常有信心 球選呢在巴黎的腳下 那當然巴黎呢整體這次來到台灣的陣友 跟上個月呢是差不多的 上一場比賽幾個有進球的這些球員呢 也都在大名單當中 不過有兩位呢是在替武席啊 並沒有先發上陣 所以一開始你也可以看到在客場啊 真的巴黎有一點點亂的這種 小亂的這種感覺啦 當然一開始的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們台北市立體育長的場地的狀況 其實還沒有辦法合乎這種 國際這種標準的球場 所以說對於這種巴黎的球隊 在傳接球準確訓來說 大概都會有有點顧差 當初巴黎呢 在跟新加坡分組最後的這個球隊啊 交手的時候也是可以逼合的 我們一定也可以做得到 那因為在這個分組啊 四取二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目前暫時是第三 不過僅僅只落後 然後土庫曼一分的這個積分啊 所以 剩下三場比賽都還有機會 這個卡位有一個碰撞 尼亞奇要用身體要小心 逼著呢把球出界 這個就是要用 有時候不是說拿球最大 是你要擋住別人搶你的球 也是一招啊 沒錯 這個完全是一個經驗值喔 你可以看到尼亞奇 就是不碰球 對 假裝要踢 然後事實上 這個球應該屬於我們的球門球 他選擇了 把他踏跋住這個位置 然後利用假動作 再獲得這個球門球 這有時候一擊呢 你去碰到球 你就麻煩了 然後一下子被斷掉 那邊就單刀啊 所以尼亞奇啊 陳昌遠呢 在加入中華隊之後 真的給我們在後方上 一些觀念以後 很大的幫助 沒錯喔 特別是陳昌遠 現在幫助了 11號球員 Dismile這個位置 又出界 應該是我們的球門球 真的就像球評所提的啊 可能在場地上 對80來說是還沒有適應啊 所以傳球的這個力道 已經到目前為止 比賽進行11分鐘 都傳太大力 對 那當然這個相對的 80的球員自己 也就要來想辦法調整 因為一般來說 到客場地賽球的話 他們只是來一個 主要的球場適應 一次喔 大概是昨天跟前天的一個位置 所以說他們在整個局勤當中 因為台灣的主場地 能夠標準的主場地 畢竟還是比較少一點 特別是四大運之後 我們蓋了十面的人工草坪 所以我們也安排他們 雖然提早了一個禮拜時間 來到了80球隊 到明豪明傳大學 等等這些人工草坪訓練 我這個因為 人工草坪畢竟 跟天然草坪還是有 觸感上什麼都會 還是很大的不同 的確是這樣子喔 如果說你經常 在球場上面奮戰的話 這是非常明顯的 不平的感覺 喔 球搶斷了 沒事喔 正面喔 那我們現在從左路 要做一個盤帶 但是還等不到隊友支援 這是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對於倒地 諸勝也說沒事 這個從側路 不過我們把球給籃了回來 重新呢在半場的來組織 組織好 先困緊喔 我們先把球控制在總場的區域 但你可以看到80啊 這個拚勁啊 也給予我們這個大的一個壓迫 啊 越位啊 球開進來 所以是80的球權 對 主任樂他從夜未位置回來接這個球 主任樂呢 在上週啊 對蒙古的一個比賽啊 表現就非常的出色啊 尤其他在禁區的這個 過人跟盤帶能力 也達到了很多牽制的一個效果啊 那個 當時的這個攻勢就是 我相信球迷會很想要看到的 中馬隊 對 因為對 大家 他把弦吸走了之後 所以包包成不了在門前 都不止一次有很多空檔 對 所以在那場賽後呢 先看這個陳奧偉 有沒有辦法停住球 還不及 還是跑過頭啊 所以在那場比賽之後呢 Berry White主帥 甚至有說 錯過了不少機會 不然那個比 應該可以再多三顆球了 的確是這樣子 朱恩樂場 他個人在前鋒的一個盤帶的能力 讓蒙古 必須要有兩三位的偷防者 去報仇他 那自然來說 陳柏良等等的這些 就有很好的空間的位置 特別他身體的對抗能力 對於蒙古隊來說 真的是可以說 道次幹這種方式 那當然對到今天 八零可能就沒有那麼輕鬆的 陳柏良 往前助攻啊 不過呢 這個尤家黃呢 頭錘啊 錘到別人的腳下去 趕快退防 我今天至少在持球比例上面啊 目前感覺起來 八零就沒有像上一場比賽 佔那麼多優勢了 對 其實我們中華隊最擔心的就是說 他在經驗值上面 有特別是自己的主場 這些球員 太過於 在這種壓力情形之下 打得放不開 如果說我們能夠再把球 控制在自己的腳底下 放得開來打這樣球賽 我相信 他們就做 防守反擊的這個部分來說 會做得更好 就像剛剛 呃 比賽 八零呢把球球呢 控制在中場的位置 這次我們的這個防守啊 對於每一個持球隊員也做了 特別的一個看管 不讓他們有太好往前突破的機會 所以 也低的八零必須要不斷的 左左右右來做移動 這一球又想要用這種 長傳啊 但這個背後的騎腳啊 被裁判吹的犯規 現在也提出警告 不過要小心啊 我們陳以為本身是有傷的 上週呢 對蒙古的比賽 並沒有登陸在其中啊 那剛剛也有提過啊 就是 對比上週對蒙古友誼賽的這個 名單裡面呢 我們是 另外一個前鋒 吳俊清啊 因為有傷的關係 所以這次 這場比賽 他也就沒有登陸在 在當中了 那另外呢 呃 台電的林建勳 這次也沒有抬在這個名單裡面 江浩維 哇這幾個過人差一點點 射的距離雖然是有點遠 不過我們要跟著他 把他給鏟掉 沒錯 陳衛全很漂亮的一個籃節啊 破壞掉了 他們呢 主力啊 就剛剛9號的這位選手 我們真的要小心他 因為上一次的 特場賽事啊 單場突進兩球的就是他 馬上來做一個包夾 第一個地方傳球 不過要小心 這一個短傳 有一點偏 收得回來嗎 最後一刻 哇 憲審說沒有犯規 啊 啊 救難啊 這個犯規一吹是12碼 哇 現場虛聲是齊 因為呢 這個我們是針對剛剛這個底線球 有沒有出界是有疑問的 結果憲審沒有舉 哇 那現在給了80 12碼的一個機會 犯規的 我們來看 重播鏡頭 應該是9號的謝博安 哇 這個手啊 雖然這有一點玩倒 但是裁判就還是吹了 到底有沒有出去 好像是壓在線上 但現在12碼還是要來操刀了 幫我們的潘文傑來加油 踢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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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人來封潘文傑就看你了 還是由 Abdoulatif Hassan 來做他們的隊長來操刀 哎呀 哎呀 五位之隊了 但還是被對方的踢進去 所以呢 在比賽第18分鐘的時候 因為12碼的關係 由他們的隊長啊 Ismail Ismail Abdoulatif Hassan呢 操刀拔進了這一顆球 其實這次的犯規 確實做得太明顯了 往往我們的球員都要告知他 你在場中並不是裁判 一切都以哨音為主 所以說球員的經驗值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比賽當中 自己如果說在當了裁判 覺得這個球有出界的這種嫌疑 然後就停在那個地方 當他發現了風線上面 已經非常敏繪的往中間推的時候 那當然他就做出這種PR的一個拉人的動作 這是非常不應該的 好 我們趕快呢 來做一個反擊 現在是在右邊進去的邊緣 想要做一個配合沒有成功 哇 那剛剛從鏡頭看到 潘文傑呢 非常的傲慢 因為他猜對邊了 就差一點 現在我們再把球給救回來 文治豪 給到另外一邊 哇 送得太遠了 許一手呢跟夏威夷 也就是陳昌元 劃七六 我們看到朱恩樂 在全場的盤帶的時候 我們的中場跟後衛 後衛線面 沒有適時的overlay的上場 所以說在對朱恩樂來說 一定要面對一次或兩個人的一個包擦 想要過他們這樣子的防線 確實有點難度 希望中華隊 其實輸的球沒有關係 我們應該要繼續由後方 然後往前壓迫 做一場打一場好球 樂位啦 我本身這個球員 就已經 站在樂位的位置的邊緣了 但是要切記 我們在這種 對方在做盤帶的時候 千萬不要去做樂位的陷阱 往往如果說你這個陷阱沒有做好 被人家突破 就有可能致命 所以在當教練呢 在轉告這些球員的時候 樂位陷阱是不應該是要去做的 唯一能夠就是大腳起出來的時候 全場壓上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可以適當的做樂位陷阱的運 陳昂緣把球留下來嗎 還是差一點點出界 這場比賽呢 目前80是率先破門 靠的是12碼的一個罰球 在比賽第18分鐘的時候 在比賽第18分鐘的時候 帶到了左邊的邊路 又是他們的隊長 陳昂緣 這個往中間送 這個時候我們的後方是有站到位置 前面就是要這樣不斷的拉扯 吹犯規我們的球 真的 陳昂緣就是這樣 必須要跟他們去推擠 不能夠示弱 在無球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陳昂緣現在站的位置 還算不錯 特別球在空中的時候 兩個人彼此的拉扯 這個是有需要的 陳昂緣也有這種綠色的能力 雖然你可以看到 他比較瘦小的一部分 但是 他已經很好的位置卡死這樣子 所以說陳昂緣 在這個拉球的部分來說 目前為止還算是可以的 80的門將開球 陳昂緣 把球呢 收起來 不冒險 尋求隊友嗎 還是要自己過 自己過了 右邊的陳昂緣應該是迅速的上來接一口 但是 現在被卡在邊路 又從後面呢 被對方呢 有一點推倒的嫌疑 不過呢 裁判又說沒事 裁判又說沒事 振作起來 繼續幫我們台灣的國角們加油 一個兩人的配合 配合得不錯 直接起腳 但是呢太正了 他們簡直是 穩穩的把球給擋住 不過這個就是 我們說 在包發課場比賽看到 80的這個 團隊配合的一個功夫啊 默契配合得不錯 所以才會強調我們的後防啊 要格外的留意啊 陳昌緣 沒有機會 就往後傳 文智豪 再給到中路 陳奕偉也沒有太陽的機會 要換到右邊來發動嗎 現在到陳柏良的腳下 文智豪 第一板球 哇 算是力道又送得太大了 這個就是有要做戰術出來啦 不過 今天文智豪似乎在這個 踢球的力道控制上 這個就是 剛剛提到的跟80的狀況一樣 當你場地的狀況 並不是很理想的時候 在傳接手上面 確實是 不管力道跟準確性 都會受很大的影響 其實剛剛文智豪 已經相當清楚 要傳給陳奕偉 然後直接做一個 One Touch的時候 給陳柏良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三角的配合 只可惜 因為從第一開始的力道 稍微強了一點點 三角 80現在 控制在右路 又要往進去 動了 潘文智能 即時的出來解救了這顆球 全場的掌聲鼓勵 想要嘗試做反擊嗎 陳奕偉 停球 停得很好 現在跟陳柏良做一個配合 衝啊 陳奕偉 殺在角落的位置 碰出去 沒有要到角球 畢竟在出角的時候 已經算是盡了全力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陳奕偉想要做一個 人球分夠的力道 稍微重了一點點 現在 另外一邊有 中華隊的球員倒地 所以防護員現在是 上場 那因為剛剛 都在盯著這個 陳奕偉這邊看 所以沒注意到 是9號的謝博安 他怎麼了 是有碰撞到嗎 還是腳受傷 防護員 防護員呢是 哇 單架現在都送出來 那也因為這個 小暫停的這個關係啊 其他球員當然也就 應該是有撞到 胸口的這個位置啊 因為我們剛剛視線 都在看著陳奕偉 往前衝啊 沒錯齁 我們在整個關注的焦點 都是在陳奕偉的身上 所以完全沒有看到謝博安 這邊的華山的狀況 這個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對 不過還好 台北市 近日來的一個炎熱的天氣 事實上 比賽二三十分鐘的時候 做一個補水的動作 這是很需要的 好的 比賽呢在短暫的 暫停之後 恢復進行 因為剛剛是陳奕偉 提出界了 所以是由806的門將 要來操刀執行 球分球 鏡頭上謝博安 在旁邊呢 稍微喘喘氣 等一下呢 馬上就要再回到場上奮戰 竹恩樂 趕快交給陳奕偉 陳奕偉 再往中路送 中間的有陳柏良 走 找得到人嗎 給到陳奕偉 繼續跑動 假動作 哎唷 又有一點溝通上的不良 因為站在樂位的位置上 非常可惜 我們看到陳奕偉拿球的時候 他掃的方向還是以陳柏良為主 但是這也沒有辦法 因為目前為止 陳奕偉一拿球的時候 我們後場 球員並沒有能夠有效的再繼續做一種借印 當他位置的選擇權比較少的時候 他只能找封線的位置 這是非常可惜的 我們應該大膽的在後防線上面 能夠適時的再壓上來 好 球出界 是台灣的球 現在雖然是一球落後 不過比賽呢 還進行28分鐘 我們今天的這個表現呢 是還是很有機會 把樂的球數給追回來的 畫面上看到的是 巴林隊的德國級的主帥 So cool 所以兩邊的這個教頭也是 找楊教頭來指教 對 球開進來馬上被我們 中央隊給把球權給搶回來 橫將的大腳 有辦法接應嗎 讓站位子 被我們給站到了嗎 踢出去 還是控制在我們的腳下嗎 不要放棄 掉了 快點 快點 去 小心喔 還有另外一邊還有陳昌源在做接應 基本上在上半場 我們能持球的這個時數啊 甚至 這感覺上甚至還比80還要9啊 被繞過去 球掉了 沒有關係 我們馬上呢 再把這個短傳給破壞掉 球權又要了回來 另外一邊 陳昌源 陳奧偉 沒有機會就再回來 陳偉權 還是英雅吉跟正 逼得 巴黎南也只能夠往前場去踢啊 雖然現在落後一個球 你可以看到中華隊在中場的控制 還是表現得可圈可點 不會在課場當中 我們大概傳接球 不會超過三次 就四球 至少在陳昌源的領軍之下 你可以看到大家拿球就更有信心 好 唯一的就是我們本土的這些球員 上場的時候 他能夠再建立一點點信心的時候 整支的 團隊的打球的流暢性還會更好 我們往往都想到球的時候 都會用交代式的先趕快把球傳出去 其實我們都應該學學這些旅外的球員 對自己的信心的建立 所以說盤帶球是一個非常重要 對自己信心的建立的重要性 但是很可惜 就是說他各的的人力 對於我們80的球員 在最預測當中 也要非常的小心 好 我們現在在走路 看看朱恩樂 送到中間給陳柏良 沒有機會趕快再找接應 在卡位搶這個球 不過裁判又想哨音了 吹的是我們的尤家皇的犯規 雖然陳柏良非常有效的傳給尤家豪 你可以看到尤家豪的氣候 尤家豪的企圖性就沒有像陳柏良 溫志豪還有陳皓偉這麼強烈 這場應該做一點盤帶的動作 假動作做出來的時候 會讓方收者的預測的利益好減弱 其實製造的空間會更大 這個就是有待於我們這些年輕的選手 能夠多機場這種國際賽的強度 而且我們來看看打到現在為止 中華隊其實他們在防禦的跑 已經沒有把他放棄在後面的三分之一的球場 幾乎在中場左右就直接做有效的包擦跟單前 不過這個送到了左邊的角落 巴黎是追到球 有出局的嫌疑 不過還是沒事 我們做一個卡位 很明顯的從背後拉人 這是一個犯規 又把陳皓偉給拉倒 這次伊斯麥要過人的時候 他用挑起的一個動作 你可以看到伊斯麥就非常有經驗值 他會等到球快要出界的時候 在邊線線上的時候他停止 他不反不及的時候 利用陳皓偉過來的時候 一個勾球的工作想要過他 當然這次要表現陳皓偉一個防守的人力 直接用卡巴方式攔到這個球 如果體格的話 陳皓偉真的是比較小號一點 不過用身體做一個卡位 站到位置 對方再高打也沒有用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封線的球員 所以說往往現在的後方線 會把封線的球員 一直往後面擺 如果說我們封線球員夠多的話 就像我們15號的陳皓偉 他就早期是封線的球員 到達中場 後來才打到後位線上 球合給潘文傑 小心再來執行 因為 不自豪一直看不到前面有適當的人群在那邊 這一送 能夠把球留下來嗎 留不住 但是 退防還是要小心要注意對方的攻勢 帶到進去的邊緣 這一球 送也送得遠了一點 隊長接不到 那潘文傑呢 在今天啊 其實這個 從上一場啊 重新回到國家隊之後啊 現在又得到 Derry Wright主帥的這個信任啊 只是潘文傑本來就是這麼拚的 對 沒錯 非常好的一個門將 剛剛真的 比較可惜的就是 這個12碼 他連他位置都猜對了 現在 現在謝福安又倒地啊 第二次咧 這樣會不會加速我們 中華隊這邊換人的計畫呢 Galify準備換人 要換人了 確定了 而且防護員等等他們都已經打岔的位置 他不需要下來的 其實還是一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應該是這個傷還蠻重的 就是可能疼痛止不了啊 不知道是肌肉拉傷還是有碰撞怎樣的 看起來好像要換出我們 當家後衛蘇德財 也是世大運的我們的國腳 今天呢在上半場啊 九號的謝博安 兩度倒地 他現在應該是 不太妙啊 必須單價先把他給送下場 剛剛他看到防護員一直在幫他噴這個冷凍劑 對於是在他的 右邊胸口的這個位置啊 這些年輕的球員 他在自己的組場 確實也飽受到相當大的壓力 因為球好心卻 所以說他在用 每一個球都是用 幾乎可以說用生命去完成這樣的動作 對自己本身 無形當中的一個傷害是算蠻大的 好那現在確定二號的蘇德財 要半上場來接替剛剛殷商退場的 謝博安 蘇德財呢在 這一個夏天啊 從世大運開始到現在 其實都還蠻忙碌的 不斷地爭頂球 繼續把球呢 踢高 有辦法留住嗎 控制在巴林的腳下 不過也不給巴林啊 太好一個 輕易突破的機會 上半場的比賽呢 進行三十七分鐘 我因為 兩度啊 謝博安這個受傷的關係啊 這個上半場的傷停補持可能會 比較多一點點 8-0的最後還是要到這個球權 但是被我們抄回來了 沒事 前面啊啊 這一下 陳阿偉收到球 一個突破倒地 這要要舉牌了 黃牌 哇可惜如果剛剛 黃牌是 當然OK 但我覺得可惜是 陳阿偉如果剛剛有跳過去的話 還搞不好就一個人往前衝啊 沒錯齁 剛剛文治豪一個直塞球 用斜線的方式齁 傳給陳阿偉 你可以看到防禦線上面 他們有非常困難兩籃 要出腳就又拿不到球 不出腳這個球就直接穿越過去 而且陳阿偉也是完全的擺脫 當然也要戰場巴林齁 他們就是在他們的主場當中 常常用上這樣的戰術 在中間有效的去直接 能夠球留下這樣子的方式 那所以說我們常常在這個 環擊的當中都做很大的障礙 3號 這個瓦力啊 被吹了一張黃牌 這也是 在9個5號呢 前一場比賽的時候呢 對中華隊的所有的 正選的球員 先發的球員 自由球的機會 看看是不是就是 靠這個陣型要直接往進去送啊 送 結果呢被對方頭槌頂出來 看能不能夠把球再要回來 陳昌源 要到了 馬上往後 船 阿文傑呢再騎一個大腳 巴林的球 做一個配合 要小心這一段路 還好被我們的防守球員 給鏟出去 避免對方可以揚長而去啊 馬上蘇德才一上來呢 現在就 做一個蠻積極的一個防守 現在頭槌 槌 槌歪了 但是槌的是我們的球 球迷呢是絕對是最熱情的 希望在民眾的支持之下 可以看到我們台灣的足球啊 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因為真的足球是全世界最多人口 參與 跟最受歡迎的運動 這過去我們曾經都被 稱作是足球沙漠 但是從大概2010年那段時間 也就是 找到陳昌源的這段時間 也帶給了我們這個足球很大的一個 進步跟提升啊 對 像今天來的球場 我們號召穿藍色 代表中華隊的這個 主場的衣服 球呢從這個慢動作看到呢是 80踢出去的沒有錯 拋球進來 直接被後面攔斷 不過還是我們的球吧 裝傻 從後面就明明就碰到球啦 對 你可以看到溫志豪在拿球的時候 他不會一腳就直接回傳給陳昌源 這個就是有經驗值的球員 他先把位置卡死之後 再反第二波 再做一個回敲的動作 要到球權 敦志豪 陳昌源 但是要找隊友 小心喔 對方的壓迫 跟得還蠻前的 現在這時候我們拿到了球了 有機會了 有機會 有機會 有機會了 有機會了 但我剛剛這樣看應該還好啦 不過最後這個球也是被干擾掉啦 但是這是一個 還蠻流暢的一個配合啊 沒錯齁 這一次的 好像是6號的陳昌泉 他攔截到球的時候 直接快速的 的確是越位了 不是7號的 柳家煌 柳家煌 所以說這個年輕的球員 就是應該多鼓勵他 在前場的地方做一個盤動 其實你看各的的人力 他絕對可以打得到喔 那事實上他剛剛那個球 繼續盤動 也不是一個不好的選擇 當然尋找到朱恩的這個位置 也是相當的恰當 齁 陳昌偉在拿球的時候 八年了 仍舊是重兵看管 然後這個情況就跟客場是一樣 他就會一直針對 不管是推 擠 搶 犯規也沒有關係 他們就還是會針對 就是不要讓陳昌偉 有這麼順利突破的這個情況 主人的留得住球嗎 陳昌偉 漂亮齁 這個動作 不過都還是差一步啊 出了 是 是的 是 有 是 著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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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上面的中場的控球能力 包括奉獻的接應來說 算是表現得相當的令人滿意 那唯一就是那個12碼球 處理的並不是太理想 要不然我們在整場的球賽來觀看 其實中華隊他確實有這種實力 能夠給80很好的威脅 好 在上半場的這個時間進行了43分鐘 不過真的今天上半場可以看到中華隊的表現可圈可點 這個完全跟上個月的中華隊在課場是判若兩隊 但這個進步大家看得出來 只是遺憾的就是這個結果目前就還是落後的 所以我們還是必須幫我們這個加油不要放棄 下半場也還有機會 而且這個掉的球並不是說對方多會踢 而是12碼 收球突破 立刻被我們的後方給攔截 往前送 力道是有點大 不過也被對方給擋了下來 其實我們看到鷹雅齊個人的一個攔截能力 確實非常地到位 判斷也非常準確 唯一在作為傳接球當中還要稍微加強一點 果然啊 剛剛有講說因為有我們的選手受傷的關係啊 所以上半場的傷停補值會比想像中多一點 補了三分鐘的一個時間 看看我們有沒有辦法出現 好的一個情況 到目前為止我們也印證了一點喔 攻擊是最佳的防守 你可以看到最後這20分鐘 幾乎沒有讓80有能夠插到前面的一個 心臟地帶的位置 好 收到球了嗎 停得住嗎 好可惜最後腳後根沒有辦法留住這顆球 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陳宇偉喔 他從中場的時候斜向左邊的奔跑的能力喔 其實就是要拉開給朱恩樂更多的機會喔 好 只可惜喔 控球的能力並沒有那麼恰當 能夠把球再繼續的往前推進 但是跑會的位置是相當的理想的 哇 做了一個非常遠的高調 不過這時候我們的後防啊 絕對不能夠有鬆懈啊 怎麼樣都要把這個球給攔下來 提出界是台灣的球權 哇 其實在上半場真的有看到這場比賽 你真的要幫我們的選手鼓鼓掌 真的表現的真的是100分啊 對 因為80是這個分組最強的球隊啊 真的比較可惜就是一個進區 有一點這個手本能伸出去的犯規 然後裁判又如此嚴苛 對 那個球判了12碼是無話可說喔 因為做了項目 讓包括助理的裁判都看得到 成英偉拿球 被對方呢從後面攔截 但是球還是掌控在我們的腳下 陳長遠 對角 文智豪有沒有辦法收到這個球 沒有辦法 這個時候被吹了是文智豪的一個犯規嗎 好 那在商庭捕食時間也快到了 剛剛陳長遠在做一個推進的時候 他並沒有看到 朱恩樂在對角是一個很大的空間出來喔 好 結果這個球呢 也沒有開出來這個機會啊 裁判呢是直接吹響了半場結束的一個哨音啊 中華隊的表現雖然是非常的精彩啊 不過就是一次要命的進區犯規啊 讓對方的隊長有在十二碼 免費操刀的一個機會 所以在半場打完呢 做客的80還是一球 暫時領先我們中華隊 不過我相信中華隊的這個拼戰精神呢 大家都看在眼裡啊 所以也希望呢 大家呢千萬不要放棄 持續支持我們的中華隊 也鎖定一門為大家送上來的一個轉播 那我們先請大家呢 先稍後片刻 待會再回到我們的現場 進行中場的講評 我們先請大家 我們先請大家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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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感覺他這個倒地也是比較晚 好像碰到了反應了一秒才倒下去 那裁判就吹了 這個日本級的裁判吹了 那你也沒轍 那這個十二嘛 其實我們的門將潘文傑 從這個國家隊宣布這個歸隊之後 包括在蒙古的比賽 那場比賽 都已經有一個非常精彩的一個表現 相信球迷也都看在眼裡 好 那我們要請所有的球迷朋友 在稍後的片刻 待會持續鎖定11的現場轉播 這場比賽的下半場馬上登場 旦白迅 Date們就在靠近 再像製作的攝影 二篇一輪 最後講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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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